Hello,大家好,我是蘑菇 Hello,大家好,我是坚果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坚果从日本回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日本都买了些什么 对,然后呢,今天这一期呢,是专柜片 因为他买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分成上下两集 然后这一集可能都是相对贵价一点的 然后下一期是药妆店评价一点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在开始之前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这支视频 然后关注我们,跟我们弹幕互动 跟我们留言情绪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然后首先呢,就是他 当当当当当 坚果已经 我已经,真的,我已经憋了一个礼拜了 就不能拆它,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煎熬 然后终于我要把它第一个拆开 就是一个迪奥的卡包 这个卡包就是,当我看见它那一刻 我就觉得它写了我的名字 上面就是坚果本 而且它之前在香港的时候其实都看见了它 但是它那时候就买了 我当时是想说就买一个迪奥的卡包 可是我不知道说买哪个 然后在香港的专会上就看 然后在看的同时呢 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 我就说搜一搜 然后突然我就看到了一个卡包 我就觉得,哇塞,简直了 就是太适合我了 然后我就问说有没有这个卡包 然后他们就说已经卖没了 然后我就说好吧 然后我就推着休息次买了一个 就是一个红色的,深红色的一个 然后它后面是就是那个 迪奥Lady的那个格纹的那个 然后后来魔物就说这个不太适合我 然后适合就是妈妈的 然后我就想说确实也是 然后就送给我妈当母亲节礼物 你明明是为了买下一个吗 不会把锅帅给了我 但是,但是这俩全都是就我花就是自己的钱 等于说那个送给我妈就等于笑 笑得已经看到我人家了 然后这个呢就等于说你再给自己买一个辞职礼物 你不用买它打开吧 不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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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那个小费 然后它这里面呢就是一个 白白的脚盒子 就是一个这样很白很白很白的小盒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然后它那柜员是个小gay 然后就那种 然后它面部表现我面部风促的那种 我觉得挺逗的 一个那种Gala Queen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gay 但它现在没有表现的就是那么gay 但它有时候带着它自己很母 带着它自己是不是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拆开那个盒子 然后里面就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小票之类的吧 应该是个卡 就是它的说明书之类的 然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防尘袋 对,它的本体其实就是那一个 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后边没有 后边没有,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这个声音在上两次 发生的时候出现了 我好喜欢它呀 这简直就是为了量身定做好吗 你们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呢 它是,就因为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就是复古样式的这个Dior的logo 然后呢,而且之前我买的那个Dior的那个卡架 因为它那个卡架它只有1,2,3 它只有三个卡位 然后你即使说这个稍微大一点 它可以多放一点的话它也有限 然后,然后你看 对,然后你看这个包呢 它有1,2,3 然后后面 后面三个 4,5,6 然后还有这块它有一个拉锁 外拉锁拉开呢 它还有一个 因为它这块有一个对 然后你还可以放点零钱呀 然后放点比如说更多的卡呀 或者什么 比如说什么照片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哇,真知道 好好看 我说这个,就是主要这个颜色就是 非常好 你特别喜欢的 但是它跟我原来想象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它比我原来想的稍微更偏紫一点 对,我原来想的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 内容粉 但它会就是比如说随着就是光线 有些变化 对,因为是镜面的 你看这样看 这样看就好像粉一点 这样看就紫一点 对,然后它这个还有银色 然后那个银色也是有点发乌的那种 对,然后还有电光蓝 然后,对,好像就是这三个色 我觉得,哇,这个颜色简直是好好看 我觉得你主要是为了这个颜色买的呢 对,多少钱 2500,人民币,退完税 好,但是就是非常开心 下两个兄弟,这一个说六分钟 到时候肯定会减的 然后呢,我们就从T2开始说起 因为我去日本坐飞机是从首都T2航站楼出去的 然后T2呢,首先我买到了它 终于买了 颜色蓝带浸水粉底液EC0色号 我当时就是过去 然后我就非常不抱希望 我就说,欸,EC0有吗浸水? 他说有 我说,嗯?来来来来 所以可能是因为买你这个色号的人特别少 所以才有 一般都是买EC1 所以可能那些就不太容易 反正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 就是大顿货 他说,他说那个就是 反正白一点的全卖没了 然后剩下都是黑的了 就非洲人色号 我真是没想到我在T2竟然能买到它 反正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这个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在 300多块钱吧 嗯,350 差不多 352好像是 这个正会卖480了 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给他们带是280 哎,那还挺便宜的 嗯,对对,280 哦,那很便宜 然后,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就是这个 那说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CPB的那个截面 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就是说我回来取的嘛 我想说就是说先买了这个 然后,就是先收起来放着 然后我想说去日本看看 因为这毕竟是日本的品牌 但是日本就是大阪 反正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啊 大阪就是全线顿货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滋润型的 就是那个洗面奶 就是不是还挺有名的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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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家是三个姑娘一起住 然后尤其是像洗面奶 洗头的这些东西 我们三个是混着用的 所以我能用它更多 怎么样好用的 我觉得还挺好 反正就是据说还挺好用的 我想说试试吧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用过CPB他们家的东西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亚诗兰黛的那个基底精华 就是它是那个就是什么 micro什么那个V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 就是新出的那个 新出的那个 就是这个挺好看的 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好像是在专柜 我试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 我们到手上试试吧 还没差 它这个就是让你感觉还挺滋润的 还挺好心 那你用的话是代替就是化妆水用吧 还是还是就是在化妆水之后用 化妆水之前吧我觉得 啊 它是那个妆就是促进吸收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味道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神仙水 是吗 就是有点那个米酒啊 可是 哎 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用了我朋友的那个神仙水 我觉得它那个根本就不是米酒 就是那种臭口水味 我刚开始我刚开始拍在脸上的时候 我觉得到时候那个臭 我觉得并不臭啊 然后回来我拍拍拍拍拍 就好像在吸收 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有个臭口水味 而且敏感的干性皮肤 就是你就放弃神仙水吧 真的巨坛啊敏感 是吗 就完全算了吧 放过自己好不好 省了这钱没带啥不好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你刚才觉得它还挺滋润的 我觉得这个 嗯 我可以到时候试试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后续使用感 我觉得它还应该会挺不错 嗯 挺滋润的 然后味道就是米酒味 嗯 下一个 放进去 我也没帮放进去 然后下面一个呢 就是它 就是锯骨水 这个就是反正我之前用的 我应该说你帮我带我那个可以用好了 是吗 我妈从韩国回来 人家带姐都从机场出来了 我来电话 说我倒住了 我说那你 而且这个在韩国卖特别便宜 比在北京卖便宜 我妈 没给我买 啥 不别时间 连问都没问我 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我都买了一瓶 然后好像是210吧 挺便宜的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囤货 哥哥买一只囤是有的 然后就是 我买的是那种四盒装的 这不是有你讨厌的粉色吗 是啊 但是 但是有另外 但是有另外 还有一盒琥珀的那个 就是其中有三盒 我都比较喜欢 因为正好什么呀 正好就是我买的那个 植村秀都是那种大罐 就是那种400毫升的那种 就是最大的号的那个 但是这样的话 我出门什么的 就不太方便 然后那个 我就我买完那种 就是那个分装皮什么的 然后又老瞎扔又老找不着 然后我就买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还就是 我就买的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还 这个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就是你出门 然后直接拿一瓶 然后一瓶里面是有50毫升 正好你上飞机它也没有限制 对 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然后粉色的就 算了吧 算了 然后 你可以怪钱你卖了 然后 就 在T3买的就是这些 然后剩下给我妈带的什么之类的 算是不是T2吗 对 T2 然后T2买的就是这些 然后剩下给我妈带的 我就不说了 然后就是在日本装柜买的 我买了一个 就是Hachi的这个卸妆乳 就是他们家卸妆油 卸妆乳好像都挺好的 然后我看卸妆 就是老推他们家 是吗 然后我看他们家卸妆乳是 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大赏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呢我就买个卸妆乳 因为卸妆油我老用 卸妆乳我还没有试过 它是不是就是会省去乳化的那个步骤 不知道没用过 然后卸妆乳不能直接卸眼妆 是吗 就不能卸的就是眼睛 为什么 就是卸脸的 卸妆要用眼纯卸 人家没有人不认 咱们可以直接用卸妆成品卸眼纯 它卸妆有没有卸全脸 我真的不卸全脸 但是其实理论上来说也是不应该的 Really 卸妆乳可能是要卸眼的 那它为什么不能卸 是因为它太不没有清洁的地方 对它没有那么强清洁力 就是它卸不了些防水的东西 Keep going 然后 但是一般啊像这种大家介绍 都会再画两道那个什么眼线笔 然后表示它能卸 但是你是试在手上大屏面 你当然是能卸了 但是你眼睛是那个立体的 然后有睫毛的 然后你卸了之后 然后那个乳就全都在你的眼睛里 就 那油我都那么卸 油是能啊乳不能啊 嗯 接着往下输啊 然后 我想试试它 你怎么试 我想吻一吻它 我拆了 你拆 就蜂蜜嘛 对 因为之前就班尼介绍它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很 因为我对蜂蜜的产品还挺有名的 对挺有好感的 不行它还没有被蹦出来过 对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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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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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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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可能对你的眼睛这样 你用下妆油可能你揉这么长时间才掉 我只画了特别特别西一小道的眼线 但是结果就要 然后它才没有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它卸眼妆 那样你的眼睛皮肤就全是皱纹了 好吧 但是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那种很贵的化妆品 这样的味道 肩膀现在已经陷入了太不良些眼妆 深深的绝望的那种 那我把它当喜悦奶 行吧 像这种好像这双乳都不用说二次那个 但是那你要怎么着 你要先用直层袖再用它 那我还得再买个眼纯细 你买个曼丹不就完了吗 那我还得再买个化妆棉 我从公司给你带那个什么莉莉蛇 略过 这一发略过 然后呢 然后如果我买了哈奇的东西 我怎么能不买哈奇的蜂蜜呢 然后就是在他们家这个 就是有专门的那个化妆品柜台 和专门的食物柜台 然后这个就是在食物柜台买的 我买的是这个哈奇的蜂蜜 不要看它小小一罐 它真的很小这一罐 你知道这一罐多少钱吗 这一罐要相当于一百块钱人民币 那还好 在我心里我觉得它是那种四五百块钱人民币 这么一小罐吃啦蜂蜜 本来它真的有好几百块钱人民币的蜂蜜 但那个蜂蜜是美容级的 那个蜂蜜里面它有添加了一些美容的什么 因为班尼在视频里介绍的时候 就觉得它就是特别牛逼 但我这个是普通食用级的蜂蜜 但它是里面好像是炼乳味道的 就是奶味的蜂蜜 对就是感觉还挺内神的 我觉得它这小盒子还挺好看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送人啊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是这一罐块钱 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苏库的眼影 因为我真的想买一个苏库 他们家的腮红 可是我发现我腮红眼多了 我就想说呢 你眼影会多吗 哎 然后我当时是摸了他们家这个眼影 我觉得第一我想买苏库 是因为我挺喜欢苏库 他们家这种包装的 我感觉非常的高级 然后呢第二呢 我这也摸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眼影 发现这个眼影也非常的细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01号色号叫幽少 然后给大家试个色嘛 但我觉得这个试色应该也看不太出来 因为日本的眼影都是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显示的 就是那种较为细腻温柔的那种 而且日本的这种眼影基本上都是全珠光 嗯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颜色还挺适合日常上班 对就是上班上学那种精致典雅的女孩子 对 然后我已经把那个苏字给她擦眉了 它就一层哎 对啊 就印上这多个呢 然后整个粉质什么的我觉得还挺稀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吧 是NARS的唇膏 就是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个 对 就是现在我嘴上涂的这个 它是Louis 嗯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红的那种姨妈色 特别深的 它有点像那个 牛血红 那个 Baba Baba的那个 我觉得它比牛血红还要红 牛血红比这个会更深一点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很显白 就是我已经很白了 但它你看 而且它不只是写你的就是绿眼白 它还会写你的牙白 对 我觉得这个挺好 但是我建议大家薄涂就OK 如果要是深涂的话 我觉得有点像白雪公主的厚妈 厚妈色系 嗯 但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因为有点深 所以它可能就是 你涂的时候要做好你的那个 唇部的保湿工作 不要有什么死皮 要不然它终于揪在那 就是 而且它因为颜色深了 它还就会挺明显 嗯 然后 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Lunasso的睫毛膏 就是之前蘑菇牛向大家成心推荐 对 然后呢 它那是棕色的 我买了一个黑色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记住要买个不防水的那一版 不防水的那一版是刷头比较细小的 就给大家看 是 让它手挡 是这个 它有一个这样翘起来的小尖尖 然后能够刷到你所有细小的那个睫毛 对 然后而且你用这个刷的话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它会刷到你的眼皮上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然后 然后 好 这些说完了 就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 拉杜利的化妆包 啊 你为什么会单买一个化妆包 我觉得挺有看的呀 而且还 这不便宜 200多块钱嘛 它在化妆柜台上就单卖化妆包吗 没有 你知道它是在哪卖吗 它是在那个卖那个就是 礼品的 他们有礼品的一区 然后日本就是人特别爱用手帕什么之类的 它就挨着那个各个大盘的手帕 然后就有拉杜利的一区 拉杜利也有自己的手帕 然后呢 就是还有各种的化妆包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这个做的这个 那个腹部的小别扣 对对对对 还挺好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深蓝色的 我觉得也挺高级的 然后它的这个材质是那种 有点像防水布的那种材质 我觉得也OK 然后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还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内容空间其实是挺大的 因为它是圆的 然后它的这个长盒 一撑开 就是这 就是一个正 长方体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头巾 对然后我都还买了个头巾 这个头巾 其实说着头巾它就是手帕的 然后就是跟刚才我那个拉杜利的那个 那个买的是在同一个就是位置 手帕那个区 对因为你们去 就如果像什么大碗百货呀 什么101呀什么 就凡是那种大庚百货商场 它都有这么一个区 然后它就卖向这种手帕 然后其实它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就是当 就是这种围巾围呀 然后你也可以当成这个带呀 什么的我觉得都 尬小钢 对 然后它这个是1000日元 就是相当于60块钱人民币 我觉得也挺值得 它里面有各个牌子 有什么Lavin呀 然后像我这个是Vmini Vestu 就是西太后的那个牌子 然后还有什么Po and Joe 然后像拉杜利呀 就各种牌子 还有什么拉夫劳伦啊 什么之类的全都有 我觉得如果你想送人啊 当礼物啊什么的 我觉得买这个还挺好 好吧 那我们到上一期就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在Po 我们后边还有满满的评价 药妆药妆品材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 向大家期待下一支视频 就这样啦